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热议省政府工作报告 鼓浪与打造工艺加市场化的家政服务平台 方便群众 厦门人春节外出旅游有什么新特点 即将到来的假期厦门又增添了哪些旅游新趣处 一会儿一起告诉您 厦门卫视2017两岸戏曲元宵晚会录制结束 今天是2017年的1月18号星期三农历12月21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福建省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5次会议在福州隆重开幕 上午8点40分 肩负着全市人民的重托 厦门代表团来到福建会堂依法履行神圣职责 9点整大会执行主席 主席团常务主席尤全宣布省12届人大5次会议开幕 省长余伟国代表省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回顾了我省2016年的工作 去年全省着力稳增长调节构强动力惠民生防风险 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据初步统计 2016年全省生产总值2.84万亿元 增长8.5%左右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295.2亿元 可比增长6.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8.2%和8.7% 2017年全省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全省生产总值增长8.5%左右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增长5.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8%和8.5% 报告指出 全省要围绕在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 做好2017年的工作 要紧扣机制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抓住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 纵深推进改革开放 增强发展活力和动力 要紧扣产业优 加快转型升级调结构 建立产业分析推进工作机制 努力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要紧扣百姓富 加强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有感度 要紧扣生态美 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的美丽福建 此外在报告中还多次提到厦门 例如在机制活方面 要扎实做好重大改革试验 推荐福夏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在重大平台建设 新技术产品政府首购和推广应用 科技与金融结合 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等方面 推出一批新举措 要推进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扎实做好金砖国家领导人 厦门会晤的服务保障 深化与金砖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 同时要推进闽台深度融合 推进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建设 办好第九届海峡论坛等 两岸民间交流活动 推进闽台各领域交流 在产业优方面 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提升主导产业竞争力 推动新兴产业倍增发展 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 生物与新医药产业等 加快厦门联薪等项目投产 打产步伐 在百姓富方面 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下张权同城化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网络 公共服务设施 生态空间布局 要推动文化繁荣 壮大重点文化产业 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推动鼓浪与深移等 发展成就令人振奋 展望未来充满信心 在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 省长余伟国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引起了参加省免会的 在下省人大代表 和省政协委员的共鸣 民生 改革 发展 成为大家热议的关键词 去年的经济各项工作 都做得非常好 特别是生产总值是8.5% 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就是很振奋 就个人感觉就是说 我们不见诚这几年的发展 确实是比较有新意 特别是民生方面的 也有很多创新的亮点 仅靠了我们 已经提出来的机制和产业优 百姓富生态美 这四个主题来介绍我们省 在2017年应该如何去发展 这样一个宏伟蓝图 我是感觉到这样的做法 正好和我们整个的建设 它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这个报告应该说既简略 又能够适合能够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对于2017年的工作的一个部署 我看到也是对民生投入这一块非常大 特别是讲到要增加这一个公办员 还有我们的保障性住房的一个投入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群众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政府工作报告我感觉非常前面 而且非常务实 很接地气 关于全省民生 还有整个发展这些 都用数据 还有用一些可实施方案 都在报告里面很详实的体现出来 在古浪宇公共议事会的推动下 古浪宇最近成立了一个家政服务平台 平台通过公益加市场化的模式 让岛上居民告别了请家政难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这个平台是怎么运行的 一大早 古浪宇居民沈春长就来到位于 古浪宇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家政服务平台 向工作人员下订单 要求找一名所将 经过简单的咨询和登记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到了一名 驻岛的修所师傅 上门为沈春长修理门锁 沈春长告诉我们 原先古浪宇居民要找人做这类服务 经常会遇到耗食酒 费用高等问题十分不方便 这个家政服务平台的成立 为他们省了不少心 感觉还不错 这个还行 我看跟下门那边应该是一样的 以前就是没有用这个平台 很难 我记得我有时候 他会推 他老是会推 推到比如说有合适的 有几个单一起的 拖个三四天都很正常 这个古浪宇家政服务平台的建立 得益于古浪宇公共议事会的推动 去年古浪宇成立了一个 由岛上居民 商家和各单位 共同组成的古浪宇公共议事会 通过成员提交 讨论议题的方式 岛上各方力量 发挥协商自治的作用 融入到古浪宇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在一次公共议事会的会议上 有人注意到 如今古浪宇由于交通不便 上岛服务成本高 岛上的居民经常遭遇请家政难的问题 于是在大家的共同推动下 由古浪宇街道监头 古浪宇商家协会运营的 家政服务平台正式成立 平台在居民与岛内外的家政资源之间 搭起了一座桥梁 居民可以通过平台联系保洁 保姆 家电维修等各类家政服务 同时平台也会对每单服务 进行监督和追踪 确保服务保质保量 遵循公益加市场化的原则 平台依托街道补助和商家资源 为家政服务人员提供交通 工具运输等多项便利 在降低上岛服务成本的同时 大大提高了岛上家政服务效率 从去年9月份试运营至今 通过家政服务平台完成的订单 已经达到了400多个 平台正逐渐成为岛上居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前都太不方便 因为如果打电话 他叫他过来 他还要说过度 自从有了这个股浪衣的家政服务平台 对积民就方便多了 只要去找他们工作人员 他马上打电话叫人随时就到 我们协会已经覆盖了岛上 百分之八九十的商家 就各行各业的龙头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商家的 不管是一些船啊 或者一些板车的运输啊 各个方面上面的一个支持 平台它进行转接联系 协调和建筑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想的就是公共议事会 能够通过这样的议案 能够通过这样的推动 为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特别是管理古浪衣的建设 古浪衣的发展 古浪衣的管理各个方位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请夏天跟我们说一说 旅游那些事 好的 首先来关注咱们厦门人 计划外出旅游的情况 记者今天走访了多家旅行社 发现今年春节 不少市民选择在境外过年 在国内游方面呢 冰雪游受到了市民的热捧 春节出游正在持续升温 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 举家出游的大单特别多 像有的家庭四个老人 两个年轻人 再加一两个孩子 七八个人自己组成一个小包团出游的 成为今年旅游的一个特色 春节期间 旅游产品价格总体涨幅不大 性价比较高 国内旅游方面 去北方滑雪受到市民热捧 东北 北京 内蒙古等地 成为较热的旅游目的地 今年哈尔滨的冰雪游 已经从前十名的这个位置 进入到了第五名的这个位置 所以冰雪游是在 今年的整个春节出游的预定当中 就是说非常亮眼的一个目的地 此外 也有不少厦门人 选择到境外过年 体验不一样的春节氛围 从现在的预定情况来看 东南亚 日韩最受欢迎 这些周边国家相对较劲 并且价格也较为合理 此外 欧洲和澳大利亚 方向的线路也较为火爆 今年在春节方面 就是我们下面的市民 比较能接受 就是说在外面过年 体验不一样的那种连夜 连夜饭 那这块我们也在一些线路上面 做了不一样的连夜饭 这样子让大家能感受到 就是说一国风情的过年的一个特色 今年九月金专会晤将在厦门举办 市民出境旅游也是展示 厦门人文明素养和城市形象的重要机会 因此 今年向游客倡导文明旅游 也成了旅游业内的共识 记者了解到 目前我是旅行社 通过开展行前说明会 对游客进行文明旅游告知与提示 一些旅行社还把文明旅游公约等内容 嵌入旅游合同中 让文明旅游更具有约束力 我们会给每位客人用手机的版本 就是微信的版本 或者是PDF的版本 发送一个文明旅游公约 到每位客人的手机上 就从源头上一部分就 给客人一个告知 告诉他当地要注意哪些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 本台记者报道 春节假期如果不出远门 带着亲朋好友到逛口证玩一玩 是个不错的选择 除了传统的凤山古庙 深清古驿站 双龙潭等景点 近年来呢 灌口镇还打造了一批 特色生态休闲旅游项目 走进位于吉美区灌口镇 田头村的英坑谷民族文化园 缩衣礼把石墨 眼前这一件件充满年代感的农具 仿佛把游客带回了农耕时代 文化园还为前来参观的小朋友 准备了小石墨 倒入黄豆加入温水 马上就可以成为磨豆浆的小达人 而滚铁圈 推单轮车 风火轮这些就地取材 简单有趣的闽南童玩 让外国朋友也忍不住一世伸手 据了解 仅2016年就有超过十万人来到这里 体验农耕文化 品尝闽南美食 看到了古早的那种农具 还有一些农民伯伯真实的那种 做生活的场景 感觉孩子们特别地开心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民俗参观为主 加入闽南美食 农耕劳作 让更多的朋友来到这边 可以亲自体验农事劳作 体验民俗文化 不仅如此 灌口镇还结合我市开展的 小流域综合治理 打造一批乡村都市休闲旅游项目 坐落在水清暗绿的 许溪边上的都市休闲农庄 保生园农业文化主题公园 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得益于许溪水质的好转 这里的休闲农业发展得越发顺畅 生意也越做越火 据了解 灌口镇一直是一个农业镇 但经过长年的发展以后 早已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灌口 并不打算放弃优越的生态环境优势 和丰富的人文历史积淀 灌口镇整合资源 带动农民发展高效特色农业 和观光休闲农业 走出了都市型农业的发展道路 今年灌口镇将加快 深清溪 摇山溪 许溪流域综合整治 构筑连山川城的生态景观廊道 完善对凤山祖庙 深清古艺文化公园等 十大文化项目的建设 深化民俗文化品牌活动 进一步扩大提升灌口同玩文化节 元宵灯会等民俗文化活动的影响力 坐经坐优乡村和休闲农业 培育推进耕作体验 田园观光等特色业台 2017年我们灌口镇 在推进文化旅游方面 围绕的两个点 一个是文化 一个是绿色 我们也打造以 传承敏兰文化为在体的 民俗文化 来推进我们灌口的旅游 第二方面就是绿色 灌口本身是一个 绿色职业很丰富的一个城镇 我们要进一步来推进 灌口的休闲都市游 本台记者报道 赶在春节前 海仓大平山公园 环山步道建成投用 给市民朋友们 又多提供了一个 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从公园南入口 一路前行 漫步在环山步道上 透水混凝土的地面 走起来格外舒适 徒步行走几百米后 来到了沿线的观景平台 海风吹拂 远眺海景一望无边 进出山中 满目葱脆 美景尽收眼底 路面才有那个透水混凝土 能够做到小一的时候 不失血 大一的时候不积水 那就非常适合 那个沿线的话 我们布置了很多的 那个健身器材 公厕 浪假 修行 非常适合我们 前家人的那个理由 那个休闲理由 除了路面及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外 走在半山腰 随处可以连接到的WiFi信号 解决了山上网络差的问题 大平山绿道沿途 采用互联网家的设计理念和技术 道路主要景点 WiFi覆盖 下一步还将给导览牌 科普牌和景点介绍牌 加上二维码 用手机扫一扫 就可以看到电子版介绍 为游客提供互动和全面的介绍 同时山上还置放了多个大容量水箱 用于森林防火和树木灌溉 计划建设的山体监控系统和防火系统 并网结合 智能化的管控将进一步提升山体安全系数 假日里厦门广电也为大家准备了银瓶大餐 其中厦门卫视金风古运 四海同春2017两岸戏曲元宵晚会 昨天在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一千平米演播厅完成了录制 将为观众带来一场戏曲盛宴 由广电女主持人带来的太湖美 将在厦门卫视2017两岸戏曲元宵晚会上 倾情奉献 11位当家节目主持人一起上阵 身着旗袍 舞姿清零 搭配成一幅绝美画卷 昆曲《游言惊梦》 黄梅戏《女驸马》 乐剧《十八相送》等经典戏曲曲曲目 也将在晚会中展现 除了经典戏曲曲目外 厦门广电集团还特别邀请了 新生代歌手霍尊和国家一级演员 李玉刚前来助阵 霍尊将为观众演唱成名曲《卷珠莲》 和以往不同的是 他还带来一曲电音版《梨花送》 他认为以年轻人对戏曲的态度 把戏曲重新演绎一下 这对戏曲也算是一种推动 可以跟传统的不一样一点点 稍微年轻现代一点的方式改编一下 我觉得也可以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觉得戏曲没想到还可以这么玩 国家一级演员的李玉刚 也将给观众带来快智人口的曲目 《新贵妃醉酒》 《竹梦令》 《莲花》等 晚会录制结束后 将进入紧张的后制阶段 并将于2017年元宵佳节 在厦门卫视和台湾中天电视台 同期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 我是举行智慧城市建设 三点零版的杭州实践专题讲座 浙江省委员常委 杭州市委员书记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王国平应邀 与我是相关部门 及新城建设指挥部人员 分享了杭州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王国平还为我是岛外新城建设建言 他以海仓马鑾湾新城为例 指出 马鑾湾新城建设 作为厦门跨岛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应从产城融合角度 搞好规划 注重研究和发展智慧经济 除了发展传统信息产业之外 更要看重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和物联网 这三个智慧经济的新门类 这样才能与杭州深圳等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领先的城市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 副市长林瑞参加讲座 本台记者报道 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市领导带队 走访慧问我是 卫生系统退休专家 基层寄生工作人员困难家庭 和部分寄生困难家庭 副市长卢江 看望了今年80岁高龄的 厦门市中医院名誉院长 图福音和厦门中山医院 原院长王李明 为他们送上慧问金 感谢他们对卫生事业的贡献 随后卢江还看望慰问了 基层寄生工作人员困难家庭 和部分寄生困难家庭 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市领导调研 我是外贸综合服务试点工作 并召开座谈会 副市长韩景一带队到 嘉胜集团调研外贸综合服务试点工作 并召开座谈会 日前 厦门嘉胜供应链 五分有间公司入选 全国首批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 全国仅四家企业入选 嘉胜集团整合了供应链 各环节资源 深入挖掘企业的价值链需求 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的业绩增长 韩景一表示 要继续促进我市外贸创新发展 加快推进新型业态试点工作 经验不同产业链的增值需求 力争将产业供应链特色服务 推广到更多的区域和产业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我是举行医院管理咨询项目启动会 记者了解 是卫生计生委将委托第三方医院评价机构 对我是17家三级医院进行总体实力评估 启动会现场 是卫生计生委与香港爱立比医院管理研究中心 签署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香港爱立比医院管理研究中心 将派出专业评价团队进驻厦门 评价团队将通过大数据分析 现场走访 深度访谈等方法 借助成熟的排名指标体系和多维数据 为我是17家三级医院及其重点专科 找出与全国领先地区医院的差距和提升空间 为各医疗机构的医学技术发展 临床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据了解 香港爱立比医院管理研究中心 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 七年来 研究中心已经对全国近3000家各类医院 进行总体实力评价 这次对我是三级医疗机构和重点专科的评价 将为期两个月左右 并将最终形成厦门市医疗总体实力评估等四份报告 找到说我们哪一些鞋科有优势 那么哪一些鞋科有不足 那么这样子来讲 能够更好地把我们优势鞋科做得更强 我们通过人才的引进 通过这个包括新技术的引进 包括怎么样的政府的加大投入 等等一些办法 快速地提升他们的水平 满足老百姓的需要 本台记者报道 16号 厦门市中央直属企业投资协会 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中航国际厦门公司总经理黄光连任协会会长 最了解 目前中央直属企业在下一共有57家 央企协会成立四年来 充分发挥沟通桥梁作用 积极推进政企交流 为促进央企在下投资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请观众厦门广电的微博 微信和看下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